哈喽 大家好 我是熊二 今天我们来吃一个自助火锅 兄弟们 我不行了 我再也不吃火锅了 来重庆不就得多吃点火锅吗 这边是一个自助98一味 然后是点菜的 这来重庆就必须得吃火锅 不吃火锅总感觉差了点手 炸的酥肉 先来一点 还是烫的 非常香 沾上点干辣椒 这酥肉很好吃 喝个饮料 还是九宫格 今天我们要了一个中辣的锅底 价格是98块钱一个人 包括了锅底粘料还有酒水饮料 还是非常实惠的 先汤个鸭血 下菜下菜 这个牛肉的质量看起来非常不错 上面有碎的那个辣椒粒 这锅一烧开又是熟悉的牛油味跟麻辣味 太上头了 肚子太饿了我就不客气了 在这个麻辣火锅里面 这个香油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个牛肉用粉腌制过 特别嫩 肥牛 有没有食欲 我发现我们还是很能吃辣的 来重庆吃了多少顿火锅了 这个是卤肥肠 非常香 还有一股那种非常特有的味道 怎么腌都在我这里吃 之前的视频很多粉丝在评论区说 我们在吃的根本就不辣 也有很多朋友说 这吃的太辣了本地人都不吃这么辣 我都整分圈了到底辣不辣 反正我是觉得蛮辣的但是吃着超级爽 炸了这个油确实 每次吃火锅都要点这个 这里的鲁非常棒 还有鸭肠也是必点的 嗯 分量好滑 鸭血他这家的鸭血特别嫩我觉得很难夹起来 还有 轻轻的一夹就化了要再把它盆起来 盆起来不能用夹 兄弟们干杯 为了火锅 嗯 这个毛肚可以 非常脆 还有黄辣丁 鸭肠 鸭肠也特别脆 腰片 上次在成都一个服务员大姐告诉我这个一定要沾干碟 别吃 别有一番氛味 黄猴 这个也非常脆这个是猪心馆我再说一遍 黄辣丁这个跟黏鸭肠有点像但是它的皮是黄色的 这种鱼肉很嫩拿来煮汤的话也很鲜 这个是限量一份的 咱们现在菜还没上吗 好嫩的肉 这家饭店有个很人性化的地方 吃了辣不是要喝饮料吗 这边饮料主力蛮多的 还有冰棒 辣的受不了的时候来一个很爽 老冰棍 第二轮点的菜上来了 这个肥肠很好吃我们要了好几份 还有这双姜牛肉 吃着吃着又吃着面无恶吃了 还冒汗了 现在天气比较热 要是很冷的冬天 吃上一个这样的火锅 太美了 火锅虐我千百遍我带火锅炉初恋 干杯 这个油腿已经被辣椒给 这家店叫做230火锅 在京元大饭店的 富一楼 午餐89晚餐98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锅底酒水跟粘料都有合作 菜品蛮多的 质量还不错 重庆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咯 感谢您的观看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d love to的 我们想见 你们的观看 按照